今天是日本河污水排海的第五天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看一看日本人在武汉开的永望超市里面生意怎么样 这里是餐饮区域 在这前面有一个超大的supermarket 就是超级超市超级市场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扭荡机 然后摆设的方式和日本那边很相似 里面有很多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一些东西 但现在应该都换成了国内的了 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 看似是日本人开的超市 但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就业的一个 里面老板是武汉的老板 员工很多都是武汉本地人 所以再希望大家理智一点 就是说虽然说抵制日本的一些商品 但是咱们要作为正常的人来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咱们中国的同胞 我现在是在马路上 这位置还是比较繁华的 这座商场叫凯德广场 它是新加坡投资方打造的一个商场 在武汉目前有四家 分别是这边的武圣路凯德广场 还有古田那边的凯德西城 还有凯德民中的园 现在在装修当中 还有凯德1818 我今天就来这一家商场里面看一看 据说每一个商场的副一楼都有一个超市 是日本人开的永望超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门口的电动车还是挺多的 看来这家商场的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 都是慕名而来的 有的是员工的电动车 有的是过来购买小哥的电动车 这个商场的门口 还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 这里应该是灰烫囊 这个应该是玩具坦克车 非常的漂亮 一进来我们就看到 里面真的装修的是富丽堂花 今天是河污水排放的第五天 大家对这个日料 日本的一些商品 做出什么样的态度 今天就过来看一看真实现状 这边一进入就看到非常大的永望超市 走到尽头就在富一楼 然后这里面吃日料来小川 这个小川日料 它是武汉的一家餐饮的公司管理的 虽然说它是日料 但是它里面的员工老板 都是属于武汉的人 不是属于说日本那边的 就是按照那个方式来的 所以大家在吃这个这一块 一定要理性对待 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 并不是说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而是说按照那个方式来的 那今天就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是有人吃还是没人吃 生意到底如何 这里面有一家无印良品 9块9起 好便宜 这边是一家奶茶店 门口在排队 今天马上就到我们的主角了 主角就到这里 小川 阳风料理 就这家店铺 前两天过来旷过一次 人山人海 今天一样的是坐无虚席 好像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好吃的日料店 店铺里面坐无虚席 里面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咱们中国的同胞 老板也是中国老板 所以我感觉 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 在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 反而当地人没有受到伤害 第一批受到伤害的人 好像是咱们的渔民 所以说趁现在 大家如果想吃的话 还是可以过来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 我感觉很多人 在网上到处乱喷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 毕竟你伤害的也是咱们同胞 虽然说这是日料 但是里面上班的员工和老板 他确确实实是咱们的同胞 我们一定要理性对待 再来看一看里面的装修风格 这边灯光真的是好漂亮 然后这边有很多日式风格的店铺 真的感觉日本的文化 还是在我们国内还挺深的 这边看到没有 日韩主物 就这个王子 看到没有 这个应该 北道烧卷 其实在咱们国内 有很多日本的元素 其实也是甚受年轻人的喜欢的 但是风格是一样 里面老板和员工 他不是日本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的 这里到处都是小窗日料的一个宣传语 看一看这边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往自住的 然后这边就是永望超市的入口 带大家看一看超市里面的情况是如何 反正在这里面逛街的人吃饭人都挺多的 每个店铺里面都是人上人海的 似乎大家并没有受到核污水的一个排放的影响 大家该购物购物该消费消费 然后这边有很多 看到没有员工在这里 然后还有很多顾客在这里光顾 上面的风格 好多都是日式风格的 对此这种景象 你们是怎么看 这里是扭荡机 看一看这里面店铺 好多好多人 好热闹好热闹 其实说实话 这日本的超市确实养活了咱们中国好多人 因为毕竟生意非常好 然后也很多人愿意过来消费 对此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 大家虽然说要对外 但是对咱们同胞一定要理性一点 毕竟很多上班的员工都是咱们中国同胞 你们怎么感觉呢 交流一下吧